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工业发展对环境的冲击进行深入的讨论 是长期在台中行动的公民记者洛杉丰 会写幽默的报告让现场气氛热络 本身是受益师的他对于动物和政策议题非常关注 那这个情感就是做事情的一种动力 他在工作方面他付出于情感 他就会忘我 然后会很投入的做这种工作 然后我希望就是这种公民记者 各行各业的人不要小看自己 能够在自己的岗位上扮演很好的角色 然后把社会的好的一面不好的一面 都可以用新闻性的呈现出来 我看这个以后的公民新闻会非常的精彩 杰利过去是媒体工作者 对于新闻操作的手法感到厌倦 转而投入公民新闻的行列 会中他更介绍新加入的公民记者江庆周先生 提供农业方面的新知 最后是公民记者We Money的报告 目前人是学生 他认为拍摄者必须和被拍者建立一定的关系 才能把两个不同背景的人彼此扣连在一起 会后公民记者也针对问题相互讨论 让彼此关注的议题能有所交流 这是在地公民发生的起点 未来PayPal也会在全台各地举办相关的聚会活动 也希望有更多朋友加入在地公民记者的行列 参与这场聚会的公民记者 平常对于守护环境都有强烈的使命感 就是这一股动力让他们从学习拍摄剪辑 到一步步完成报道 最近刚加入的公民记者陈月妹 他把他学习的过程记录了下来 同时对于未来的报道方向 他也有自我期许 我们来听听他的想法 我是想说上这个课可以让我们也是了解一个公民记者 他们到底在做些什么 然后他们又是大概怎么样的一群人 然后我们也可以在同中学习 然后当然就是我想应该是身为一个公民记者 应该是会播报一些比较正面 然后也比较客观 我们现在时下这些记者所报的 都是让我们觉得每一天 感觉都不是很平安 然后也都是比较负面 或是比较主观的报道 公民报道就是把传播的权利还给每一个人 不论你的身份背景是怎么样 都可以用公民报道展开你的新生活 希望今天的报道能够鼓励更多人 一起加入公民记者的行列 佩博公民新闻报我们下次见